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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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殺出一條血 Foreign 很多是很辛苦 透過各種的創意 以及各種的努力 逐步逐步把香港建立成為一個國際的都 les Rose 就是沒有依靠獨特的一個地點 有段時間可能是基於寒戰的因素、有段時間 有段時間基於越戰的因素 有段時間 체 です 這個密集的勞工的工業 遲後就逐步向金融方面的發展 我自己多年來 由董建華做這個特首都已經提出 包括在港英年代我們已經提出 要求政府發展香港的工業的高增值行業 導致香港不應該 應該是依附或者是純依靠地產和金融 這是養懶人的經濟發展 講回這個地區主席 第二個大的問題 今天的動議是完全從一些不懂規劃的人提出的 是充分看到他們不明白什麼叫做城市規劃 什麼叫做土地的規劃 哪一個地區是作某一些的發展 一般的做法就要先做這個全港規劃的設計 一個所謂 territorial-wide strategic study 才做了全港策略性全香港是怎樣的 雖然我們經常批評共產黨 共產黨在全國的經濟發展規劃很清晰的 最近這幾年發展東北的海洋區 先前是西北的發展 接著最早期就是這個珠三角 接著是長三角 即是有全套地域性的規劃 而按那個地域的特色 而設計它的經濟體系 譬如珠海是休閒教育的 很清晰的 香港也是一樣的 你哪一個地區做經濟發展 你要看回全港的規劃的需求和土地的用途 八九十年代說過以次都會的發展 將這個全灣葵青發為次都會區 林鄭一上場推翻了先前的東西 就發展這個東南九龍幫新鴻基搵水 即是很多是人質的 但你作為一個全港規劃的發展 你要看清楚 我們是不是要搬這個貨櫃碼頭去其他地區 令到貨櫃碼頭那二百多公頃的用途 是有所發展 至於其他的地區 以我哪一道是這個都會 哪一道是次都會 哪一道是商業 哪一道是旅遊 哪一道是教育區 你有個地域性的土地的用途 的規劃 就是從全港的土地的分工 地域性的分工然後再遞 不是說我今天要這個東倉 明天要這個洛馬渣 後天要這個沙頭角 不是一個的隨意 或者某一個議員自己的地域利益的取向 梁志祥是這個元朗區議員 我就推薦這個洛馬渣 不是一個這麼私利 和這麼合藝的思維 城市規劃是一個有理想有設計有目的 有步驟的程序 也都是一個民主的程序 是必須要各全港討論公開資訊 不是因為衛高權重林鄭 一拍板 這個東九龍 就做這個特別發展 完全和全港發展的規劃 沒有一個清晰的配套 和這個配合 如果你說回地域的問題 你都會看回環境的因素 也都是極為重要的 講這個的赤立國 講這個的東涌 我這個議事 講了很多年 一個很慘痛的例子 就說王伯 當年在赤立島住 只有幾家人 這個世外桃源與世無爭 住了幾十年 一下子說要被逼搬去元朗 帶著那隻狗 忠心的狗 最後那隻狗就是 向著南邊 廢了一個禮拜 最後就是機殼而死 不肯吃東西不肯飲水 最後王伯在元朗住了一年 因為抵受不了沙塵 住了一年就去世 你要考慮 居民的影響 東涌航機污染的問題 是極為嚴重的 很多人都完全忽略 那個航機污染的影響 飛機的數字不斷增加 我2010年在立法會問了一些問題 講出這個飛機產生的污染問題 極為嚴重 你再將這個東涌密集的話 樓宇更加多的 交通更加多的 你令到東涌成為這個污染之陣 剛剛這兩天的報告 東涌這麼空曠 那個污染程度都屬高 跟香港某些地區 那個污染程度是等同的 所以你看回現時的環境 所以這個發展計劃必須加以反對 就有阿民 真的